憋不住了 实在想出来转转 哈喽大家好 我是海鸟小白 我的视频呢都是记录我的加拿大生活的点滴 还有一些和我工作相关的 关于留学和签证知识点的分享 希望可以帮助他们些需要的小伙伴们 加拿大安省经济重启第二阶段 仍然在小心翼翼的进展中 我们一家呢也是严格遵守着 不出门的这个政府建议在家宅了三个月 今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 实在是想出来透透气 所以呢谨慎考虑之后 我们选择了这个 充满自然风光的这个户外之旅 啊 呼吸一下些新鲜空气 这个叫Synic Cave Nature Adventure Waring mask is recommended right It's not mandatory It's not mandatory It's like we did change all our trails It's just one way So you'll never be like blocking Into anyone else We don't import them And it's like one outside So it's absolutely up to you Okay great thank you And signs are very clear right It's easy to follow Absolutely Great Thank you Excuse me Thank you 暑微睡有点点 Bug Hussore 到票喽 ह 1个车没有 1个车没有 这不都是车吗 Poison Ivy 有些树叶其实有毒的 像这种三叶的树 树叶 往下面的这个 三个叶 这种是有毒的树叶 一定要小心 下面的这片森林 已经有200多年以上了 看这里张满台险的雅兵 是不是很有历史的沧桑感呢 这里面好像也有了好几世纪了 这里是加拿大联合国教科文 定义的18个生态保护区之一的一个景点 叫Zenit Cave Nature Adventure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里我们直通悬桥 to Suspension Bridge Let's go 现在我站到这个桥呢 就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 最长的一个 Suspension Bridge 最长的悬桥 哇 还有鲜花 那边的话就是Jorgian Bay 就是乔治亚湾 好 这么拿着 这么拿着 吃吧 好了 点着吃吧 好吃 这个是我太好吃了 吃咖啡 真心 每个月 都是 真的 按摩 亮 1980 下面 而且 要整 啊啊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因为人多的时候 每一家只能保证在这个圈里面 保持一定的两米社交距离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天 其实很多自然景致 只有你身在其中 才可以体会到其中的美妙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也可以来这边旅游啊 我是海彪小姐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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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